好来我们来看一下例题二 利用必识定理要求这个复合图形的编长 什么复合图形 就这个图形它比较复杂 它是两个直角三角形拼在一起的 那怎么样求出这个图里面的这个ABCD 这四个的值是多少呢 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图 第一个图你要怎么找 我们会用的就是必识定理 必识定理呢它就必须要在直角三角形里面 所以你就找直角三角形就对了 第一个直角三角形很简单 它就是这个 这个一个A一个8一个10这样 好咯那你看哦 直角三角形你要找斜边 直角对的是斜边 这是10 斜边的平方等于其他两个平方加起来 所以呢这时候你就会知道说 A平方呢它就等于10的平方减掉8的平方 10的平方是100 8的平方是64 减掉之后剩下36 所以A就是6了 这个很简单 A就是6 好再来 那怎么算B呢 那你要算B怎么办呢 这时候呢你可以找最大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也是直角三角形 好咯那我们就知道咯 这个AB线段这是8 然后再来呢6加9这里是多少呢 这里是15 那这个直角对的斜边斜边是B 好这时候知道 B的平方等于15的平方加8的平方 15的平方是225 8的平方是64 加起来之后等于289 多少的平方是289呢 17乘以17 B等于17 所以这时候你就知道咯 A等于6 B等于17 好我们再看第二题 第二题怎么办呢 你要从哪边开始 当然你就先从这个 下面这个三角形BCD开始 好咯这个三角形BCD 那它的那个直角对的这个C就是斜边 C的平方等于两股平方和2 所以呢这个C的平方就等于5525加上12乘12144 所以C的平方是169 所以C就等于13 这个地方马上可以算出来是13 那我们再看D D要怎么算呢 D你还是要找直角三角形 你就这样找 哦这是直角三角形 ABD这个直角三角形 斜边在哪里呢 直角对的是斜边 所以把13圈起来 这是斜边 13的平方等于其他两股平方加起来 那这时候你就知道咯 这个D的平方呢 它就会等于13的平方减掉8的平方 13的平方叫169 8的平方叫做8864 所以呢这个D的平方等于105 好老师问大家 有没有哪一个数 它自己乘自己等于105呢 我们学过从小学学到现在的分数 整数或小数都没有 这是一个新的数字 我们之前有提到 那这个D呢我们就写 根号105 根号105 好了那有些同学说老师 这个题目有没有更快的解法呢 老师这里呢 把常见的直角三角形的三边 长把它列出来 345这一类的 把它乘两倍 680 912 15 或者是除以10 0.3 0.4 0.5 这些都算同一类 50 23 2倍 10 24 26 那还有7 24 25 85 17 9 40 41 图绿色的这个就是 这个斜边 因为斜边是最长的那一边 345 那就一定是50斜边 好 那你看呢 如果你知道这个 那就很容易了 请看第一小题 第一小题呢 好 多少8跟10 10是斜边 680 A等于6 好 再来再看最大的 这边8 这边15 8 15 17 B等于17 好 这个呢 可以很快速的呢 把这个里面的 这个边场把它算出来 来 请看这边 第二小题 52 13 那 最后剩下一个这个 这个不是常见的 那怎么办呢 你就用必识定理 把它算出来 答案就是 根号105 是这样子的一个做法